在一些大城市里面,几天没注意就会突然建造出来一栋摩天大楼,很多人都以为自己眼花了,明明前两天还是一个工地,怎么突然房子就建造起来了? 这就是咱们基建狂魔的速度,就是因为咱们在很多基础建设上都表现得非常的出色,所以老外才给起了个基建狂魔的外号。 其实咱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快的速度,离不开一些神器的帮助,在建造房子是要用到一个很重要的机械,那就是起重机。 如果工地上没有起重机,那么建造的速度肯定会大打折扣,有了起重机才能更加的效率。 今天就给你们介绍一台中国最大的起重机,这个起重机自身的重量都达到了1700吨。 起重机的造价就是国内的一网线企业家说的一个小目标。 提醒,这台国内最大的起重机,造价1.8亿,这么贵的起重机是什么样的?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为了制造一台起重机,既然投入了1.8亿资金,不得不说这是下了血本。 那么这台最大的起重机,自然也是非常先进的,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。 所以每次运输的时候,需要先把它给拆卸开,等到了工地上再组装一下。 它最大的币长是44米,最大起重能力达到了724吨。 你们知道有什么物体是这台起重机掉不动的吗?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